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你会删除 我们共同的聊天记录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聊的话都留着 以后翻旧账的时候呢 容易查找 14号 你好 男嘉宾 我跟你一样 就是有时候 他可能跟我承诺过什么东西 然后他忘记了 然后我就会找那个聊天记录 给他截下来 然后发给他 我说你这是给我说过的事 你怎么可以忘记了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聊天记录留下 是因为在我们 如果异地的时候 或者闲下来的时候 我喜欢去翻开那些 共同美好的记忆 然后如果吵架的时候 一番这些回忆觉得 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会分手吗 也不会 但是他干嘛不低头呢 我这样想法 灵魂三问 一句 逼人一句地问 问到最后 得出了一个答案 10号 男嘉宾你好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跟人沟通 我就是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消息 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定期亲我的聊天记录 而且我觉得其实情侣之间的聊天记录 对我来说不是说不重要 其实是没那么重要 因为我觉得其实聊天记录是死的 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我们的相处才是真的 我很欣赏刚才那段话 像我这种人 比如你看现在录像 我四个小时不会看手机 等我四个小时以后打开手机 有20条找我的信息 有的时候是有个什么事 等我回复 我就会来处理完一条 好 我就可以删除了 有的事情是要处理事情 而有些呢 像他说的聊天嘛 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